由于Delta变种病毒的广泛传播导致全美疫情反弹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已经修改了针对疫苗接种人群的口罩指南 也更新了对完全接种疫苗人群的检测指南 CDC建议疫苗接种人群在与新冠感染者接触之后进行病毒检测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症状 此前他们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接触病毒之后 如果没有症状就不需要进行检测 CDC的主任瓦伦斯基表示 我们更新后的指南建议接种疫苗的人 无论有无症状都要接受检测 检测的途径是广泛的 CDC还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解除病例之后 应在公共室内空间戴口罩 并在三到五天之后接受病毒检测 如果结果呈阴性 他们可以停止在室内戴口罩 如果结果是阳性 感染者应在家隔离十天 CDC表示当社区传播水平很高时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每个人都应该在室内公共场合戴口罩 CDC还建议与未接种疫苗的人密切接触的 接种疫苗的人群 无论当地社区的传染率如何 都应该考虑在公共室内空间戴口罩 这些未接种疫苗者包括了12岁以下的儿童 作为对先前的态度转变 CDC还建议在学校的所有人应该戴口罩 经过为期数个月的艰苦谈判 两党参议员小组昨天宣布 就一项价值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一篮字方案达成协议 跨越了第一道程序性障碍 国会中的两党首席谈判代表 包括民主党参议员辛玛和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 28日在国会大厦告诉记者 协议已经达成 参议院28日也就该法案举行了程序性投票 最终以67票对32票通过了该法案 其中有17名共和党员和全部50名民主党员 投下了赞成票 总统拜登昨天对两党合作表达了支持 并力赞该协议是近一个世纪以来 对我们的基础设施和竞争力的最重要的长期投资 共和党消息人士透露 该法案将在高速公路 桥梁 交通 供水系统和其他公共项目上增加高达 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 低于谈判人员几周前草拟的框架中的 5790亿美元 议员则表示 该协议包括用于道路的1100亿美元 扩大宽带的650亿美元 和用于环境的470亿美元 土耳其南部安塔利亚地区28日发生山林大火 截至目前 森林大火已经造成了三人遇难 58人因烧伤或者稀物烟雾在医院接受治疗 当地时间28日中午 土耳其安塔利亚地区的4个不同地点发生森林大火 在极端高温和强风的作用之下 火势迅速蔓延至居民区 多个村庄遭到严重破坏 近80%的建筑物被烧毁 共计18个村庄和社区的居民需要紧急疏散 截至目前 当地派出了1832名消防员 三架消防飞机 29架直升机和458辆消防车 参与灭火行动 关于火灾原因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表示 将向遭受火灾的公民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土耳其林业和农业部长贝克尔29日称 安塔利亚省的森林火灾已经得到控制 但是在安塔利亚另一个度假圣季 马尔玛里斯29日也发生了新的森林火灾 目前正在持续扑灭当中 夏季是土耳其森林火灾的高发季 除了安塔利亚之外 安达纳省 梅尔辛省以及穆拉省 也接连发生了森林火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arbar可不见 请不吝点赞